今天來了非常多的朋友 包括我們派遣大使、孫順老 還有好朋友吳寶順、理事長 還有我們這個消耗協會的林運祥、理事長 戰兼導演、男兼導 導演到了 林總經理 還有各位媒體朋友 當然最重要是辛苦的消耗局同志 大家好 謝謝各位出席今天的記者會 剛才看完這個有戰兼導演指導的影片 這是由我們溫生豪模擬星際戰兼的宣傳影片 相信大家最新的情路派遣系統已經留下深刻印象 我們目前19系統已經使用多年了 當然一定要升級 面對這個軟硬體要怎麼做 其實面對問題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 臺北市政府在從去年到現在 我們一直在思考後疫情時代 整個臺北市政府到底要做什麼 結論是這樣 我們要整個臺灣的社會要做數位轉型 那這當中政府要做的是數位基礎建設 那也應該這樣 但是這個數位基礎建設 我每次說三一四項不會解決權貌 所以所有的單位同步在做疫化 那我今天消防局這個系統 119高教能極度派遣系統 它就是一個升級版 整個119的升級 第一點喔 它是可以開始受理這個多元 受理報案 那透過這個系統判斷案件跟多功能的偵測 提醒可以更精確的 這個掌握情況 那第二個特點就是 它這種視覺化平台 就所謂的在理儀表板 透過視覺化 視覺化通常會讓這個 訊息的流動更快速 然後判斷很快 那最後就是說 它體面加的多功能 包括這個空間定位即時偵測 數位即時的資訊產品 還有資訊的可變標準等等功能 我想這個在裡面增加多功能 那其實最重要的目標就是 讓119變得更快更迅速 其實我是來自醫界的 我非常清楚 其他的國家 葉克膜用在這個心肌梗塞的急救 效果很差 可是臺灣為什麼會成功 因為我據我所知 我們大概從接到電話 到病人送進醫院 一般來講20分鐘以內 剛剛CPI還來得及 那當然像美洲 你說其他的國家 他人倒下去打119 剛剛那個人送到醫院 通常都已經半個鐘頭以後 所以都救不起來 所以為什麼我們在臺灣 葉克膜用在心肌梗塞的急救會有效 一個最大的理由是 我們整個臺灣 特略到臺北 人口密集地區 我們的救護系統 相當快 所以我們大概一去 馬上就電子 你知道嗎 大概 絕對在15分鐘以內 那在另外10分鐘以內 會送到醫院 所以他們很容易救了回來 所以我們也非常 謝謝夏文綺同學 在過去三年的努力 把這個系統再升級 你知道嗎 將來一定可以提供更寬 更精確 這種救護方法 提供市民更安全的環境 那這是一個依化技術提升 你知道嗎 讓臺北195 賣相現代化 好 謝謝大家